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讲比较进阶的协助记忆的方法 首先到前面几个阶段 其实我们一般的运用就会到那边为止 但是你会发现如果你去过补习班 你会发现补习班老师经常会提供你一些很简单的记忆法 让你跟着他的记忆的方式 然后就可以有很好不错的记忆效果 那我们现在就来讲这些方法到底怎么产生的 那这边会用到一些偏方 用到一些常讲的图像或者是故事关联的记忆法 冥想的记忆法 那根据我们刚刚的分类 我们把它分成生物的部分 天上飞的地上爬的水里游的 各式一二三 蝴蝶 刺蝟跟羊群 然后青蛙跟碾鱼跟鳄鱼 然后非生物的部分有二八理论 破窗跟手表跟木桶理论 我们稍微再检视一下这个刚刚的资讯 其实这些一刚开始没有相关的规则 没有一些关系 那没有关系的东西通常不好记 所以我们要去里面挖掘出一些关系 挖掘出一些关系 那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非生物的部分呢 木桶是一个物品 然后窗户 破窗窗户是一个物品 手表也是一个物品 那二八这个东西不是一个物品 并不是一个物品 那如果你把它想成 我们平常会讲什么二八家人 二十八岁的美女 那它就是一个物件 所以这四个就会变成都是一个物件 都是一个物件 那当然你也可以把它放到这边来 人嘛 如果你把它当作人的话 所以其实它是一个分类 分类的定律 所以这三 如果就意义来讲 这三个其实是物件 这一个呢 它是一个分类的方法 所以看你要怎么分 但是你要去其中找出关系 那同样的这生物里面 这一堆东西里面 我们也是要去找它的关系 除了刚刚天上飞的 地上爬的 水里游的之外 你可以去看一下 它们有体积大小的关系 对不对 也有食物链的关系 也有食物链的关系 所以如果你用食物链来套关系的话 青蛙 鲜鱼是可以吃青蛙的 然后鳄鱼是可以吃鲜鱼的 这样子也可以套出它的关系 所以当你去检查一下 这些东西的关系之后 接下来呢 很重要 如果你要协助你背诵 记忆 要有很棒的一个效果的话 我们就必须想办法 把这些关系套成一个故事 或者套成一个画面 或者套成一个影像 好 那所以我这边有 我